有網友提過 若果沒有機力帶 亦都沒有人用機力帶 那怎樣開始做人手上的練習呢 一開始 第一個練習 就是步式人手上的練習 我們先會由循序漸漸漸 由最容易的開始過程 和最容易的開始過程 這樣就是這裡 手指 手指 腿 腿 肩膀 肩膀 和肩膀 都是一條線 拉上去 胸口 炒上去 手指 腿 肩膀 這個是第一個練習 練習的數量要多少呢 大概就是 最有限的想法 是要練到最初學者來講 是要練到失敗的 練到你做不到的時候 你就要開始停下這樣 練到做不到位置 那麼目標是多少 目標是希望去到30下 因為很容易的關係 所以希望去到30下 第二呢 做二呢 試一下 現在你看到 左方位有點不同 嘻嘻嘻 放後一點 現在拉上去 拉上去 好 回來了 這個練習有什麼好處呢 這個練習就是 由於人在上升的時候 你的鞋這樣下的時候 不是這樣去 所以我們需要模擬一下 那個動作 所以你要有這個練習 這樣地 希望目標呢 是可以去到30下 OK 這樣 當你習慣平身 習慣了的時候 習慣了的時候 試一下拔起一隻 然後把動作 拉上去 然後把動作 同樣的 一樣都是做到距離 做到你做不到為止 目標也是 大概到30下 然後你可以去到 中階段一樣 然後想的時候 記得留意 想要快點 下 就可以慢慢一點 控制一下 令到肌肉比較好 這樣鍛鍊 再下一樣 人在上升兩個部分 只要拉下來 你還要掉在這裡 所以下部份 就要你示範 在這裡 丟掉 不錯 OK 一隻手 不錯 繼續離開 一隻手 你看到 腹部是在收緊的 腹部收緊 是 撐到多久 撐到多久 目標呢 若撐到30秒左右 這個意思就算不錯 這個是一個機能保持要求 後面 當你做這個L型 坐在這裡的人 做得愈來愈多 愈來愈習慣 你開始 慢慢就會發覺 其實可以做得快一點 和你對腳 其實這個隔壁 幫你加少見一點的L型 但是你想一下 若果你做得愈來愈快的時候 對腳你愈來愈不止重 對腳愈來愈是死的 你慢慢地 越拉就愈快 你開始 下面有一個地方坐著 你可以很緊張的 拉到自己上去 這樣 之後 你已經可以做到半個了 下一個就是做L型 當你能夠在上面持住的時候 你拿到多久 慢慢地 這樣之後 慢慢轉移了 你做開L型 慢慢轉移 你就可以做到 一個完整版的 引起上升 OK 那今天的示範到這裡 下一次我們再見 拜拜